选举快到了 交通部长叶匡时日前帮连盛文喊话扶选 批评对手柯文哲国际观不够 不过此话以来民进党立委不满 认为叶匡时应该要先把本分做好 而对于新北市长朱立伦最近接连举行 淡江大桥还有戏纸捷运的动工典礼 在党已质疑是幽灵工程 交通部不应该为了选举随便背书沦为打手 交通部长叶匡时日前质疑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 未来如果当选后有能力接待国际外兵吗 但叶匡时身为政务官 此话一出让男律立委都奉劝他 先把部长分内工作做好再说吧 你的英文也不错 你是一个好部长吗 我再次强调我没有提到英文 我们ETC有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吗 收费人的工作权益我们有保障吗 我问在场旅游观光业者 你们会不会放心 我能够连问题都不能问吗 因为你身份特殊 有些时候我还是奉劝你 尽量少批评 部主委连顺文辅选被批评 就连最近新北市的淡江大桥 汐止民生县等交通建设 频频举办动工典礼 却都只是掀旗工程开工 离真正要动土还早得很 也都被立委拿来质疑交通部 沦为辅选打手 这些工作以后交给柯文哲试当吗 那我现在问你 这种假动工争片票的事情 你认为朱立伦可以当一个好市长吗 我想这个呢 因为我不是新北市市民 我没有投票权 我这个应该要由新北市市民 最后来投票决定 不过换到国民党立委罗淑雷直巡时 则是力挺叶匡时 没有半句话是在批评柯文哲 这个我可以替你作证 那只是柯文哲自己对号入座 讲说哎呀那假如你要去国际去行销 你找个什么 找个八女就可以了 是他自己神经在那边乱讲 反批柯文哲是自己爱对号入座 叶匡时无需理会 选战倒数政务官出席辅选 合不合适见仁见智 有点TV李文浩黄一金台北报道